大家好,我是嘟嘟 大家好,我是彼得舅舅 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的频道 有朋友希望舅舅可以分享素口味酸辣芥菜做法 今天就与大家分享 很好吃,希望大家会喜欢 那就开始吧 好的,首先将15片SMP清洗干净 15条辣椒干 一样用清水清洗多遍后再泡软 取出3颗咸水煤 捣烂后备用 这咸水煤玻璃罐装 一般超市或杂货店都有出售 两个番茄 清洗后再切成块状 切大块鲜也没有关系 一会熬煮后才不会化开 切好后备用 40克生姜 去皮后再切成薄片 一公斤芥菜 先清洗干净 再向视频中切法 将芥菜切成条状 芥菜这样切法 煮熟后的酸辣菜会保持完整 每一口都能吃到叶鱼梗 口感会比较好 切好后备用 货内倒入3大匙食用油 再将生姜片倒入 大火爆香 这里可以稍微油爆久一些 将姜片爆出香味 可以油爆至姜片表面微焦 接着加入阿三皮 涉野生螺旺子皮 泡软后的辣椒干 沥干水分后 加入 切成块状的番茄 炉一直保持大火 一直拌炒 至此才一致香气 将炒香后的食材 转移至另一个较大的锅内 比较方便烹煮 接着加入一公升清水 记得每一公斤芥菜 配搭一公升清水就对了 加入预先备好的咸水煤 两包山楂饼 这山楂饼 也就是小时候常吃的零嘴 煮酸辣菜加个一两包 会特别解腻 没睡过的阿姨姐姐们 可以试试 这是舅舅独门逆风 拌一拌 再中火煮个十分钟 煎中记得开盖稍微翻拌 避免糊底 接着再继续煮至食材出味 煮约十分钟后开盖 再将备好的芥菜加入 芥菜开始加入时 会感觉水量有点少 不要担心 一公升清水 配搭一公斤芥菜 水量是没有问题的 这芥菜一会儿熬一熬 还会再排出一些水分 在芥菜完全加入后 稍微翻拌 让芥菜均匀受热 盖上锅盖 低火继续熬煮三十分钟 煎中开盖 将芥菜翻个面 避免底部烧焦 接着继续熬煮 舅舅 时间到了 好的 马上来 煮了三十分钟后的芥菜 可以开始调味了 三十克的冰糖 二大匙生抽 舅舅选用这花菇摘蚝油 加入三大匙 其他牌子的摘蚝油都可用 再加拌大匙老抽上色 拌小匙胡椒粉 将所有调味料拌一拌匀 再继续煮个五分钟 让食材完全入味 最后 再试个味 口味随个人喜欢调整 这里舅舅再另加拌小吃盐 再拌一拌匀 就可离火了 完成后的酸辣芥菜 锅盖盖好 待稍微降温后 芥菜吸收了汤汁的酸辣味 这时候才享用 最美味不过了 芥菜切成条状 大家可以清楚看到 即使熬了半小时后 一片片的 依旧保持完整 即使当天吃不完 隔天继续加温后 也不会稀烂 今天这束酸辣芥菜 没加任何混料搭配 依旧很够味 如何您是素食者 又刚好喜欢酸辣菜 真的可以试一试 煮熟后的酸辣汤汁 不会浓稠但很够味 这样一口口勺着喝 也非常过瘾 酸辣芥菜 必须足够酸辣 才会好吃 所以如果有朋友 想跟着做 舅舅建议您 可以跟着食谱 做做看 相信您也会喜欢 今天这酸辣芥菜 真的有点辛辣 嘟嘟只有看的份了 真的不好意思 没关系 下一支视频 做我爱吃的好吗 好的 舅舅一定给你好好补偿 谢谢舅舅 期待下一支视频再见